字幕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牛頭 據說是一個恐怖的故事 但已經失傳了好久了 S太太是知道故事內容的人 但當她開始說真 竟然敢痛苦地掩住她心口 救護車廣道的時候 她胸口的劇动已经缓和了下来了 救人员和S太太上车送院的时候 她跟我说 我想起这件事 我觉得她心真的很辛苦 你都去问另外一个听过牛头的人吧 后来我醉死前烂打 S太太终于答应我 跟我说一次那个故事 于是 我们相约在一个放工之入的夜晚 去她家做客 M小姐请你吃饭先啦 相信经过一天的工作 你已经很累了吧 唉 那就麻烦你了 嗯? 牛肉很好吃喔 哈哈 喜欢就吃多一点 吃完饭之后 S太太和她的女儿坐在饭桌旁边 开始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年代不长的小村庄里面 那年呢 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饥荒 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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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而村里面呢 就有个男子 他头上 删着一个好像牛 那样的角 村里面的人都觉得他是不长之物 不停地奴役他 而他呢 很善良 常都无怨无悔地帮他们工作 久而久之 村里面的人都叫他做 阿牛 而在某一年 当时发生了很严重的旱灾 很久都没下雨 整个国家陷入了一个惨状 然而 阿牛所在的村庄 就因为阿牛很辛苦地挖到井水 而免了这个干旱之苦 阿牛你一定是牛上转世啊 阿牛我对你不住啊 对你不住啊 我可以死啊 善良的阿牛 心中觉得很充实快乐 在这个心情的催化之下 他决定帮助更多的人 那一晚他就离开了一条村 去开始他的助人之旅